OK 好 那我们继续 所以我刚才上课结束的时候 我们提到了说 OK 你现在发现你在转动的时候 你现在有个新的representation 那我们就做类比 我们说你今天原本说是在vector的时候 反正这个u的话 again 我就是说这个u 把它想象成就是三乘三的形式 有那rotation形式 这是vector representation 所以你有向量的definition 就是一个u vector成它 对不对 而在你有存量 sorry 你有张量就两个u 就是rank2的张量 大概你有rank3 rank4 这样子一度上去嘛 那你会问说 那这边的话 我是不是也是一样 我现在有个新的representation 我有一个新的g 我把这个g放在exponential上面 是不是也还是个2乘2的矩阵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u是个2乘2的矩阵 然后它act 一个two component的东西 那这时候我是不是也可以有 它的tensor rank2的tensor 它的rank3的tensor so and so 那这些是什么 那我的claim就是 你rank2的tensor的话 本身就是precise 就是那个什么 你的vector representation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来看一下我说的是什么 所以我现在g就是放在这边 那 那 所以当然我们也可以construct我们的u嘛 那我的u我现在就叫做我的u 就等于exponential i g b ok 那现在可以i g1 b1 我以u1 我以u2 一模一样 只有u会是2乘2的矩阵 ok 所以这代表说我现在u instead of acting on a 我现在u1 我叫atting on 我叫做a alpha ok 然后这边是 那我这边 我这边u1的话 那我现在我要什么 写 我就用 我就用b等alpha 那这样子 所以代表说我现在可以define a beta prime 对 这个u1 b alpha acting on a alpha 那现在这边alpha 实际上是等于什么 alpha是等于1 2 所以a是个2 component 你可以把它想成 就是a是a0 a1跟a2 ok 这没有什么东西 那只是我把它写出来而已 这样大家可以接受吗 ok 好 所以我们就像这样子 你原来这边a是三个component a1 a2 a2 a3 是个vector 对不对 所以你有introduce 这个2 component 2 component 被u1 act on它的身上 ok 好 那既然有这个东西 有a了之后 a beta prime 它会transform 那我们也可以就跟它一样嘛 你有tensor 所以a prime beta alpha beta 它的definition 是它transform under两个u ok 刚刚是写u1 但是uk是任何u 就是alpha beta gama delta a2 a2 对不对 这样就fine它的那个一个tensor 对不对 好 我claim这个tensor actually就是原来的vector 对不对 我们怎么可以看到这件事情 好 所以我们首先先把这a把它抓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是 所以这个tensor definition 是什么 tensor definition 就是a prime 是等于是这两个u contract with它 对不对 所以再下来就是 我希望你们大家都 这等于你们需要做一些练习 才会熟悉 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慢慢熟悉这一点 因为这是最 fundamental 所以所有东西都可以用这样子的 fundamental 这样子的 fundamental 所以首先第一个是a gamma alpha 这个东西 ok 它是个什么 它是个二乘二的矩阵 所以这是二乘二 因为gamma 是有两个component alpha 也有两个component 它也是有两个component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不是你可以把它组成一个二乘二的矩阵 对不对 好 二乘二的矩阵 是不是永远我都可以把它区分成 它的symmetric的部分 再加上它的anti-symmetric的部分 对不对 大家可以接受吗 ok 好 那我claim说 我问你一个二乘二的anti-symmetric的矩阵 是不是就一定是长的 是0A OA 对不对 它就一定是这个样子 二乘二的anti-symmetric的矩阵 它只有一个degree of freedom 对不对 大家可以接受吗 ok 所以我现在做 所以我现在做 所以我现在做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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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claim做A Gamma Delta 那它sigmatizes这个P 一定会整 我觉得 Lavichavita Gamma Delta 再乘语 好 就讲的时候 我先是把它 先不管它 我就加一个A 好 因为它一定是proportional 就是这个factor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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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Lavichavita Tensor 所以不知道的同学 你就把它当作是E-1 也不是当作 你就把它做 对 它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E-1 E-2 E-1 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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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这样可以很好 好 那所以如果是这样 什么的代表 说A 所以A Gamma Delta的话 它就会对应 说A Sematizes Gamma Delta 然后再加上 E-1 Gamma Delta 然后再加上A OK 那我要Claim的是 这个piece 其实完全不transform OK 这个piece 你把它带到等号的左边 跟它等号的右边 会是一样 OK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piece 如果把它带进来的话 对不对 我现在就是把A拆成这两项 我先只看这一项 OK 所以在这一项 我会得到是A' Epsom Delta OK U Gamma Alpha Beta Delta Delta Zer U Beta Delta 然后再次 Epsom Tamma Delta 再次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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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说你有上过比较好一点的线性怠速的话 OK 你就会realize说这个东西其实就是什么的 其实就是Determine U OK 如果说你不知道你只要把它带进去就好 首先你会发现 你这个东西 Gamma Delta 代进去的话 你这边 因为你这边是anti-symmetric Gamma Delta Alpha B 所以你会发现 你如果不确定为什么这个是Determine U的话 你就只要回去去把这个E2带进去 这边E2的时候 这边是E2 是那个什么东西 是E嘛 对不对 所以这边会有E2 2E 然后你再把anti-symmetric 那个P 带进去 你这边得到 你这边就得到是 你的那个什么东西 你的Determinant Determinant OK 那Determinant of U是什么 今天你们还记得Rotation 如果你回去想Rotation Matrix 你的Rotation Matrix 那Determinant等于多少 E E嘛 对不对 所以这些Determinant package 其实会drop out 所以这等于又会回成E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 A'其实是变成A 完全不transport OK 所以这两边会drop out 所以说这个其实 所以这个其实是什么 这其实是一个singulate 我们叫做singulate 或者它其实是 是个scale OK 所以说 这就意味着说 这个Rank 2的Tensor 它的transformation 真正non-trivial 是不是就是这个 symmetric tensor 是non-trivial 就是symmetricP 是non-trivial anti-symmetricP 是trivial 对不对 anti-symmetricP 基本上这个变成Determinant U的E 所以它基本上是 way real transformation OK 好 那请问 二层二的 symmetric tensor 有几个component 有三个component 对不对 你的vector有几个component 是不是一模一样 对不对 这边有三个component 这边 这个A 你如果singulate 的话它算是三个component OK 那我们怎么 就是什么样的 靠近 对 或差 OK 你可以说它是三个 那这边也是三个 比如说那边是三个complex 对不对 那我也可以说这边是三个complex 因为A 一定要是real OK 就是这样 所以说你问的问题 所以对应就是 这边是三个complex 但是 相反 如果说这边是三个real 的话 那就对面A 就是symmetric 它是 A是那个什么 要是 我实际上也可以是A是 那个什么 A还是可以 就A是real 就好 只要要求A是real A是real A是real的话 你的三 反正 反正 我就给你 所以说这次也有回家功课 所以我希望你们适合去做 真的都算 所以我可以说什么 我可以说你的那个 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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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矩阵 你的 你的 A symmetrize 的话 如果它是symmetric矩阵的话 它就对于一个vector 然后symmetric矩阵的话 你现在可以把parameterize成这样 A1 A2 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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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symmetric矩阵 A1 A6 A3 你也看到你是有三个component 对不对 所以这是一个vector 怎样 represent成一个二成二的矩阵 大家可以接受吗 OK 所以你的回家功课是什么 show 你现在知道说一个vector 你现在知道说 你是如果说是A 对不起 你们会被我confuse吗 如果说这边有写A 要把B来自这边有写A 你们会 会搞不清楚什么是什么 当然是不同的东西 我有点怕你们会被搞得就会分掉 这个跟这个是不同的东西 它是同一个东西 它放在矩阵里面 比如说A1 A2 A3 是它的vector representation AαB 是它的spinner 它是二成二矩阵的 representation OK 所以我要你prove什么事情 你可以回去试着看看 你现在今天你是不是已经知道说 A1 A2 A3 如果它做一个exo的true transformation 是不是就是E 0 0 0 cosin θ cosin θ cosin cosin θ A1 A2 A3 对不对 好 我现在claim说 这个东西也是一个vector representation 所以说这代表说 a alpha beta prime 是不是等于u u在乘以上 就是我刚刚写的这个式子 对不对 所以你现在是不是可以把a 我现在是不是告诉你a是这样的parameter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在这个里面 对不对 换人言之 换人言之 好吧 还是把它写出来 所以在这里面你是不是就可以把它写成a1'a2'a3'a3'a4'a3'a3' 你可以用其中一个 你可以 一二三看你怎么去define this exo 就是其中一个的transformation 把它放进去 把它放在exponential上面 然后把它act到 好 这这边会是两个二层二的均震 然后你会把它act到a1'a3'a3'a2'a3'a3'a4'a3'a3'a4'a3'a4'a3'a4'a1' 可以说一个这样子的 vector act on it just to show exactly that 真的这个spin 二层energy真的representation 你这个spin 1 实际上就是那个什么东西 就是 它的transformation under 你的symmetry transformation是一样的 这样可以吗 所以我们现在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现在是不是真的 就是很比较precise地去讲什么是symmetry group 然后怎么样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symmetry group是什么 symmetry group就是写下这个algebra G嘛 对不对 这个symmetry group的algebra之后 然后再来我们再去讨论说 你的那个什么东西 你的这个 这个symmetry group在哪些representation 对不对 OK 那我们现在 先以三维的转动作为example去讨论一次 所以我们再下来做的就是 我们现在就要 到我们真正的重头线 就是Lorent's transformation 我们来讨论Lorent's group 是什么 OK 这样可以吗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Lorent's group 不要不要这边 所以 so3的话就是三维的转动 反正我这边没有提到的 你们可以自己再去看 我刚刚讲的这个 这个22的representation 其实是所谓的SU2的representation SU跟SO的这个差别 我不太 我不太去琢磨 因为 这个对这样的课 并不是很relevant 但是你们可以去看 你们可以 回去去读 其实任何的量子力学课本里面都会写 在这里面他都会提到说 SU2 实际上是等同于SO3 但是它这个double cover 你们会觉得 就是说它其实 它并不是说的 就是它不只是 基本上它比SO3来得大 它包含的一些东西是SO3本身没有 所以并不是完全的 但是只要SO3有也都会用SU2来表示 所以这某种程度来讲 为什么我说SU2才是真正的 所以try on a story 我现在要boost到那个Lawrence transformation OK 就像我刚才写下这个equation G1G2等于G3 G1G3等于2G2 这个东西 你们还是知道我这个equation是怎么写下来的 我这个equation写下来的方式 是不是先把我的 我上 我可以先把我的这个 这个 这个generator 把它全部写下来 对 这G的generator 把它全部写下来 然后我就 只要去compute它的那个commodicator 然后就 然后就得到它的最要求 我用这样子来 define它 就这样 好 所以我们现在也做一模样的事情 做Lawrence 所以example2 是SO1,4 这是这些是Lawrence SO1,4 OK 这就是所谓的Lawrence School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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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把重头戏放在这边 一方面是那种东西 一方面是 大家在开学的时候通常都是最雄心壮志的 对不对 每一个学习我们都会要重新开始振作 所以说我先把最困难的东西放在开学的第一堂课 所以说你们不用被这个吓到 这其实是整个学习在数学上面是最困难的东西 OK 那相反的如果从中间引进来的话 通常就造成结果就正好 大家就跟 有些人就跟不上就放弃了 然后后面就停不下 最有挑战性的部分 最跟大家平常接触 不相闻的东西 我把现在这里讲掉 OK 好 在SO1,3的Lawrence Groups 你们都知道SO1,3的Lawrence Groups Generator怎么写吗 OK 是不是基本上是跟SO3是没什么两样的 对不对 所以基本上你是怎么写 基本上就是 In the fact that你有一个 有一个time like 的这个1 只是代表说你的generator 我们不是说也是 我们在SO3的话 当然首先第一件事情 它是里面包含SO3的Lawrence Groups 所以那三个generator还在 那只限你增加一个time 那如果你增加一个time的话 其他一个就只是说 你现在time的那个部分 是要加i的 OK 所以说你基本上你的 比如说像 比如说像 所以我 in principle 我有G1到G6 对不对 in principle 我有G1到G6 我有6个 对不对 好 那我的label的方式 这只是看我label 所以我就label 我叫G mu nu OK G mu nu 是有两个index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两个index 代表说 可以从1到4 你们比较喜欢1到4 还是0到3 喜欢1到4的局所 喜欢0到3的局所 好 好 所以我们mu nu 就是0到3 OK 对不对 所以说 所以我今天可以把mu nu 把它区分成 G0i 跟Gij OK Ij 是刚刚的1到3 所以Gij 就是literally 就是刚刚一模一样 对不对 所以性能只是说 你现在加了个G0i 对不对 那G0i是什么 G0i就是 基本上就是 比如说 G01的话 这边是0123 这边是0123 那G0i的话 就是i 2i 一模一样的 你原来的Gij 是不是 Gij的话 是不是正在 原来的Gij 是在这个区块 这个区块的正义负义 那G0i的话 就是这边的i 这边的 或是G01 就是这个 这边写 这个就等于G01 那比如说像 G02就是0123 4i 比如G02 它意思类推 OK 这样子可以吗 OK 一样一个exercise 我这个证明都可以 回去直接做 自己做 把这个G 这个G的这个generator 把它放到 exponential上面 然后你把它展开 证明说这个matrix 一切就是你当初的 Lorence transformation 的matrix 那你会发现说 那个什么 你这方面 因为有i的原因 所以说你如果把它 放在exponential i theta的话 我首先Gij 跟之前没有什么 一模一样 就是传统 那你如果说是放在 这个 这个 G01的 因为由于有这个i的 这个效应 所以造成你得到 东西什么 你得到东西不再是sine 跟cosine 而是singe 跟cosine 对不对 which is precisely 你能要还记得 你们Lorence transformation的话 你的那个矩阵 是singe 跟cosine transformation OK 所以你现在已经有了 G0i跟Gij 各自是什么的 你是不是就可以 work out它的 commentator algebra 对不对 那它的commentator algebra的答案 会是什么东西 这也是很简单 就可以写下 所以如果 again如果我用这样的 G mu nu 来label它的话 那它的transformation 方式就是 G mu nu G rho sigma 会等什么 会等 1号 Mu rho G mu sigma 加1号 Mu rho G mu sigma G 再加1号 Mu sigma G mu rho 再加1号 G mu sigma G mu rho OK 这没有什么 你就直接带进去 就可以 就可以得到这个结果 OK 那個 如果说 稍微在 如果你想要稍微在 有点 motivation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话 其实也蛮简单的 对不对 你知道它一定形成一个group 所以后面 一定要有G 对不对 你有某个tensor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tensor 那个什么 但同时 这个G P是不是它是anti-symmetric 跟mu nu 对不对 这是anti-symmetric 跟rho sigma 所以这个是不是 马上就有四项 因为这一项就是 他这一项mu nu 对调嘛 这有个符号 这一项是他的rho sigma 对调的 所以有个符号 这是他的mu nu 和rho sigma 全部对调 所以这个是正号 再来 为什么是E 你猜也可以猜得到 为什么是E 因为你这个 in some sense 你的这个Lawrence transformation 你可以说 它的definition 它的definition 就是它是一個transformation which maintain the four vector, the inner product,不變 The four vector, inner product, inner product,是用什麼? 是不是用你的這個ETA的這個metric去做 inner product? 所以自然你的ETA就應該要放在這裡 這是一種方式去講 當然我甚至我都可以從,我好久在某堂課有講過這種方式來看 Symmetry group,就是Symmetry group,我從我的invariant開始出發 我先define我的inner product 我inner product是用某個metric去define它的 我define它,再要define我的group,去preserve這個metric 用這樣子的方式來define它也是可以的 那這樣也是會自然的naturally到這一步 But anyway,對我來講 Royance symmetry就是definition,就是這個 那事實上之前的那個什麼東西 事實上你們會發現說之前的,這也是一個exercise 其實我這個mu-neural sigma好像可以不一定要0到3 我可以0到17,我可以0到2 你唯一看到說這個東西會有I的原因 就是來自於說你的ETA mu-neural sigma 是-EEE 但是你ETA mu-neural sigma 你也可以把它當做EEE 那這樣就變成Dialta function 所以這個exercise你們回去也可以試試看 如果說你把三維的rotation用gij來描述 它就literally就像這樣gij描述它的話 你這一條就變成Dialta ij 你去看三維剛才那邊algebra 是跟這個algebra是等價的 OK 所以anyway,所以換人之我今天給你了這個 這個algebra 像是algebra是work for anyso group 不是像這個樣子 差別你的group是 你的group不一樣 只是差別在你的metric group一樣 OK 但是有很多次使用這樣子 對,好 所以這就是我們羅蘭的 這堂課裡面羅蘭的symmetry 羅蘭的symmetry 就是你的symmetry generate 就是由這些g所產生的 這些g所產生的 這個symmetry的generate 然後就去找它的representation 第一個representation當然就是這個representation 對,這對我們真的很熟悉嘛 就是四維的向量 對不對 OK 這個representation just act as 四維的向量 那所以再來我們就要問說 那這個representation 有沒有容許其他的representation 跟剛才一模一樣 對不對 那答案我猜你們一定知道 答案就是有吧 對不對 你可以很容易的有 這個其他的representation 所以其他的representation 就是跟剛才一樣的 也就是所謂它的spinner representation OK 那我們這堂課應該是要四點半嘛 對不對 四到四點半 OK 好 所以我從這邊開始出發會是 最就是最硬的一個部分 就是一個小時 你們需要take五分鐘還是 我們就直接這樣出發 好 現在會是直接一路爬到底 需要休息個五分鐘的局長 好 那我們就直接上去了 OK Good 好 所以我們現在下一個 我們要問的就是說 問說這個 這個東西是不是有其他的representation 那我再就make一個claim 好 來 各位 知道的同學一定很清楚的說 知道的同學你們都知道說我現在在做什麼 我現在基本上在教大家什麼是spinner 說算 我第一堂課是在教大家什麼是spinner 那你或許會問說為什麼 為什麼我一個GR 一個gravity的課要花那麼多時間 在spinner這個東西上面 那again就是我之前講的那個 因為其實spinner才是真的最 fundamental representation 然後你們會再發現說 如果說我用最 fundamental representation 去看的話 我這很多的這個 一開始我們就可以得到很多 那個什麼 由於它是最 fundamental 所以它沒有任何的 那樣的view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很多 很快就得到很多的裏造 光從這一點出發 但是需要pay the price 就是你一開始就要先知道什麼事 所以這是spinner 所以第一堂課花很多時間 在introduce this spinner這個概念 就是這種二乘二的 representation OK 所以我claim 就是f 你可以找到 f 一個東西 如果我們可以找到一個 一屬東西叫gamma 你就可以用得到 f manma mu的定義是什麼 such.such.that such.that gamma mu gamma mu the anti-convert 兩位一大名 你馬上就找到這個選擇去 G,Nu,Nu,Gamma,上下你就用E條來Phrase and lower Cometry,Satisfy 所以你只要找到Gamma,Mu,Gamma,Mu,Satisfy這個要求管 那你就naturally找到一組G,Satisfy,G那個什麼東西,Satisfy這個要求管 這個claim,again,就是今天最後一個,所以你們可以回去嘗試的 Prove這件事情,其實真的是非常簡單,是說你要把它寫開來 你要做什麼事情,就是literally把這個東西把它塞進來 就直接把它塞進來,準備把每個地方塞進來 然後再來呢,你用說這個Gamma,Mu,Gamma,Mu,Satisfy這個 relation 這個或是你把它寫開來的話就是Gamma,Mu,乘上Gamma,Mu 會對,負的Gamma,Mu,乘上Gamma,Mu,加兩倍的一條 就是這個,這個Equation就是什麼 不然之就是兩個對調的話會差個,會差個負號再加上個E條 再加上兩倍的E條 所以你在這邊做的事情就是很簡單 那你今天,這邊有,這邊有兩個章程 那你現在用這個Gamma一直不斷在對照,對照,對照去修飾它會上等 OK 那這其實就是,就是,就是你可以Prove-For去做 OK 好,所以說,如果說,這個東西是,所以話是說這個 也就是說這個東西只要是True了 這個東西就一定是可以,就是成為一個Representation 就找到一個Eto Representation for G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所以,所以這樣就找到一個三維的一個,四維的這個Lorence Group 其實也不是四維的Lorence Group,任何維度Lorence的Transformation 因為我就講任何維度就只是差別,是說,這個Algebra,你的E條會換不同的E條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你這G mu mu G Rho Sigma會換 OK 好,這樣子有沒有問題 沒有是不是 好,那我們可以,那我們就來Construct Gamma是什麼 好吧 我們就來Construct Gamma是什麼 好,所以我們就來找Gamma 我們首先我們會說,在Construct Gamma的過程中 我們當然我們就會,我們就會找到剛才三維的結果 然後再一路到四維 反正,那個,我有錄影,所以說那個,所以,那個,整個過程中 到,回去台長再看的話,你可以直接看 OK 所以我們先從二維開始來Construct Gamma的D 從二維開始,不是D啦,是Gamma 所以二維開始的話,你們要用0跟,所以二維就代表0跟1嘛 對不對 所以你們要找到Gamma0,Gamma1 對,你們多少 這張那個四維應該等於多少 Gamma0,Gamma1,Anticomager應該等於什麼 0嘛 因為1塔是-1,1,它是要打開口 對不對 在這邊是 你要的是Gamma0 Gamma OK,In some sense,你們看,你們聽完這堂課 如果能把這個稍微,把它弄熟一點的話 場論某什麼,那D 我們最難的那個部分 一開始大家,大家最困難的事情那部分 你就對面,你就很簡單 Gamma1,Gamma1跟2 那算是2 OK,好 那,首先我們要滿足這個equation的話 那同時你的Gamma,Anticomager要不為行 所以Gamma是不是一開始就知道Gamma不會是個數字 Again,它不應該是個數字 對不對 另外的方式為什麼看它不會應該是數字 因為這個東西沒有道理兩個數字相成 再加上它自己相成 那只是兩倍它自己排就會是0 除非它是0 那如果說它是0的話 那這就不可能不是 對不對 所以一開始就知道它不是數字 所以不是數字之後的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可能性就是2乘2的矩陣 對不對 那我們就來看看2乘2的矩陣 所以我Gamma0 我就讓它等什麼 我就讓它等某個2乘2的矩陣嗎 我就讓它等 0,1,1號 然後另外一個是 Gamma1的話 我讓它等8號 Gamma1的話 0,1,1號 0,1,1號 這可能對 可能不對 我也不曉得 我可能要試試看 大家知道 所以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Gamma0平方是不是等於負2 所以Gamma0 這先Gamma0 對不對 是等於什麼 是等於0I0 所以是等於0I0 所以是等於負1 0 0 負1 對不對 所以是不是等負2 因為這負2其實是指負2再乘1 1 1 對不對 這邊已經有一個負1負1 那你另外一個 這其實是兩倍的Gamma0 對不對 Gamma0滿足這個 Gamma0看起來好像是對的 那我們看Gamma1 Gamma1相乘的話 會等於 0 1 負1 0 1 負1 其實 你們會知道說 Gamma1其實不是就是Gamma0在乘上 也不是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所以這樣會得到負1 0 0 負1 所以我要怎麼辦 我再把它換個I好 這當然就變1 這樣 看這個我就得到這個2倍再乘1 OK 那所以在下我必須要看是Gamma0乘上Gamma1 再加上Gamma1再乘上Gamma2 是不是 OK 所以如果說Gamma0是這個的話 0 I I 再乘1 Gamma1 0I 負1 segundo 再加 Kamma1 赤2 0I I 你已經有人算出來了嗎 就等於0嗎 對 蛤 是0 所以0i乘在這個,這個是等於1嘛,對不對 0i乘在那是負1,所以1加負1是0 0i乘在那是0,這個也是0 所以i0是0,然後負i0過去也是0 所以說,然後最後一個是 i0過去是負1,然後負i0過去是正1 好,所以我們二維已經結束了 我們二維找到我們的轉動學生 找到我們的Gamma,我們Gamma用這個東西帶進去你就得到SO2 好,那我們來看三維 這個地方應該不是 好,這個也是我 好,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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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d等於3的時候 d等於3的時候我們是已經有γ0跟γ1 所以我們現在要找γ2 那你會發現會有γ0、γ1 我還沒有用完所有2乘2的矩陣 對不對 我diagonal的還有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 假設說我現在還是像γ0等於0i2 然後γ1等於0i2 那我來看γ2 我就讓它等於什麼 我就讓它等於γ1乘γ0 我就讓它等於γ1乘γ0 γ1乘γ0 γ1乘γ0 它這就變d item 它就等於510 01 OK 為什麼我要這樣子做 因為首先第一件事情 這樣子的話我guaranteeγ2一定是 我guaranteeγ2的0方一定會是等於2 一定會等於1嘛 因為我們是不是必須 呃 I mean 讓我這樣子講好 γ0、γ1當然已經satisfy這個algebra 所以這已經沒問題了 對不對 你現在唯一就是你增加γ2 所以你要看γ2 你說introduce是不是satisfy 相對於γ2的algebra 所以γ2的algebra 你有哪些 哪些東西你要check的 你是不是必須要check γ2 γ2 等於2倍 再乘1 1 1 對不對 然後那個什麼 然後再來你說 對明γ2 γ1 會對 然後γ2 再乘γ2 會等於2 對不對 這樣子可以嗎 好 那首先 我正中如果把它寫成這樣的話 應該就是很容易就達成這個 為什麼 因為比如說像 像舉例好了 γ2乘γ2 我要這樣子相加 要等於2 那我γ2等γ1乘γ2 所以我先是等γ1乘γ2 γ2 加γ2 加γ2 加γ1加γ1加γ2 加γ2乘γ2 加γ2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 γ0 γ0 這邊是不是γ0平方就等i 這邊是兩個γ0 對不對 所以γ0乘γ0是什麼 是不是就等於 喔 是等於-2 對不對 是等於-i 所以它上這邊會等-γ1 那這邊呢 γ0 γ1 那γ0跟γ1 是不是可以對調 對不對 γ0可以對調γ1 拆個負號 對不對 因為γ0 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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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0 所以γ0 對調到γ1之後 這會等於-γ1 γ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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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加成 對就是這個樣子 那也更γ0 γ0 γ0 是-1 所以說這會變正 就這樣消掉 所以obviously 這個東西就等於- 所以同樣道理γ2 γ1 也會是等於- 一模一樣的2 OK 那唯一你需要去確認是γ2 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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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2的話也是一樣 為什麼因為γ2 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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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γ3 γ2 那是-i 的 或者是-i 所以我們會叫做identity i 所以 我現在可以把γ2放進來 放γ1 γ0 甚至γ1 甚至γ2 OK 那我看這東西是不是會對調 是不是會等於--γ1 γ1 γ0 γ0 --i 就是I,加碼E加碼E是I,就是Total isI 所以這個Natural領域被解決 OK?所以這很簡單,我們三位根本什麼都不用做 我們就頂著,就是加碼0,加碼E,加碼E就是這個樣子 這有什麼問題? 1.2的時候,1.2的時候,1.2的時候,那些是更高的溝結 就會有三種三種四種式的問題 你當然,當然有,但這是trivial的 你可以有4乘4的,你只要把Gamma,你可以寫個4乘4的 那你把這Gamma放在block的部分 就是把它放在2,這當然也是個解 但這就是justly reducible的解 就是它其實是值得這個的疊加 好,問說那個什麼,如果說 任何時候我找到一個解,我是不是有 一定會有更高緯度的解 答案有一點都是有 你今天任何時候我找到一個矩陣 有我找到一個2乘2的矩陣的解的時候 那這時候我是不是可以想像一個4乘4的矩陣 而且它這邊plot是2乘2 然後plot是2乘2 然後這邊都是0 那這樣子的合作在相當中這些都沒有在發生任何事情 所以effectivement其實還是值得2乘2的 但是它這邊就能夠4乘4 OK Alright, good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 已經到D等於3了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們會注意到什麼 你們可以去verify 就是你們拿這個γ0,γ1,γ2 我是不是claim說γ0,γ1,γ2 你一定要找到它刷出來這個東西 你是不是就可以得到這個 的generator 上次γ0,γ1,commentator 除以2 就可以得到這個generator 你們剛剛是不是已經看到三維的generator 就是三維轉動的generator 你們可以去verify說把這γ帶進去 就的確就是 剛才那就是3個generator OK,這個γ0,γ1,γ1,γ1 反正各位,當然你會插一些i跟負號 因為很簡單 因為你現在這邊的e卡是-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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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而不是三維單純的e,e,e的rotation 可是很簡單的一些碼的betation 你就可以得到三維的rotation 好 所以最後呢 我們到D等式 是我們今天的重頭題 好 那我們既然到了D等於4的話 那我們再來 那問題說你會想到D等於4 還有沒有可能是2乘2的 應該是不可能 對不對 因為很小心2乘2已經用完了 你現在還在找D2 現在就要找出一個γ3 所以D等於4說你現在就要找γ3 這個γ3 可以我們先說γ3 γ3的anti-commitator 30等於2倍 30等於2倍i 然後γ3等於2倍i 可是問題說所有可能的三維的2乘2都已經被你用完了 所以代表你這時候必須 你不能再2乘2 你必須到更高 那有很簡單的solution 就是你到4乘4裡面去 就有點類似我剛剛說 你就是把它做block的diagonalize 所以什麼意思呢 我意思就是這樣 就是說 你今天那個4乘4的時候 首先 見到4乘4 你首先必須要說γ1的4乘4 這個各自4乘4 那你這樣你好不容易才已經解了γ0 γ1 γ2 能夠satisfied 剛才的algebra 你現在要找到那個新的 新的γ0 γ1 γ2 在4乘4裡面 你好像要看似你要重解 但是其實很簡單你就讓它 就像我們剛才講 你就讓它在block裡面的話 你就不用重解它了 所以 什麼意思 就是說 假設說我現在叫做 我這邊叫做3乘4 好 這邊是3 不代表是3乘4 那我這邊就叫它4 OK 所以首先今天這件事情我要的是 我需要有γ1 4 你知道有什麼γ0 γ0 γ1 4 γ2 4 OK 我γ0 γ1 γ2 sufficient satisfied 跟γ0 γ1 γ2 3 這個algebra是一樣的 只是差別說我把它再4乘4 就是 剛才已經有問過 那我最簡單的就是讓它變成是 一個那個什麼 就是 我是 就把它變成block diagonal就好 它一定會塞在satrona 對不對 所以 一種做法就是說 我就可以把它做block diagonal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寫成 γ3 γ3 2 3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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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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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7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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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這個如果引進這個γ-11,γ-12,γ-13 這個就已經滿足了我的那個什麼這個representation 對不對 所以我現在要找的是γ-43 那γ-43要滿足什麼 第二要滿足兩倍i 然後再來我要滿足γ-4i跟γ-43這些東西都被淘汰 白的位 如果說我今天不看這是γ 我把這看成是1的話 你會覺得這個東西就是1-1 是不是跟這個東西很像 對不對 所以我claim說我今天γ-4 我今天γ-4 最後的γ-43 我先把答案寫出來 再看你們覺得是不是很直接就很合理 這個i是2乘2 如果不知道答案對不對 我們再試試看 OK 我們看為什麼我寫這樣子natural就應該是 首先第一件事情是那個什麼東西 那個 這個γ-43會不會 satisfy這個2i 這個i是4乘4 應該是obviously會吧 因為既然這個東西都 satisfy它的平方值等1-1-1 所以我唯一care是這個跟這些commentator 大概等一等 OK 但是你會發現當這個跟它的commentator在做的時候 事實上你是不是affectory 是等於這個y再乘以這個γ-3 等於是affectory 就等於是你可以把這γ-3拖到外面 整體是1-1 所以affectory跟這個東西是一樣 所以如果說這個東西跟它的commentator是0的話 這個東西跟它的commentator也會是0 以此類推 所以就naturally找到這個solution OK 我講這個可能太快了 如果說你覺得我這樣講太快 對你來講不是很明顯 obvious true的話 沒關係 就把它帶進去層次 你看就知道 OK 好 所以恭喜你 我們現在就找到了一組γ 那這組γ它satisfied這個algebra 塞在這邊的這個algebra 那既然塞在這個algebra 你就找到一個新的Lorence representation 所以Lorence representation 就是四維的spinner的Lorence representation 它用這些γ來表示 那學過的同學 這就是derived gamma matrix的出現 OK 那derived gamma matrix 是不是也是就是用到說你的這個γ 它會satisfied這個condition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其實你們現在看到說 從Lorence symmetry的角度來看 這是一個natural的 為什麼 因為這個東西 因為這個algebra 這個從Lorence symmetry的角度出發 你找到一個這一種這個 satisfied這個algebraic relation的solution的話 你就naturally 你可以generate一個solution 一個representation forLorence group 只是剛好這個representation 就給了當初迪阿赫發現的那個什麼東西 the short representation 來給他寫下他的spin one half equation 這個representation 所以一直活在你的Lorence group裡面 它是這個equation的solution OK 好 那所以 也一模一樣的 也一模一樣的那個什麼東西 你可以從這個角度 你可以從這個角度 它可以definespin one half 所以你可以definespin one half 所以你可以definespin one spin two 所以 spin one half 你可以define它的tensor 它的rank two tensor so and so forth 對不對 那一模一樣的 它的rank two tensor 也就等於是原來的那個vector representation的vector OK 所以我們現在 換句說 我們要用到這個sing 所以我們現在得到 第一點是最反的mental representation underlord's group 這樣 這有個問題 先停一下 然後這也叫spinner 對 這也叫spinner 所以spinner不一定要二層 對 它不一定要二層 對 不是二層 它 它 這是個spinner representation of so 所以它的fundamental是四層 不是四層 它是四個component 然後 在三圍的時候 你的fundamental representation 是四個component OK 可是其實 其實 其實你會發現說 並不 我剛才講的 他們也並不完全是 因為 你算是四層 它其實表演都是 block的 的 的 所以你一個四層 四的 所以在四圍的時候 你的四個component 的spinner 它基本上 它可以 decompose 什麼樣的 component 對 對 這樣子 大家可以接受 OK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它的 這個 這個action 是不是都是block的 action 對不對 這個acting on two components 這個acting on two components 對不對 那同樣 這個東西也是acting on two components 這也是acting on two components 對不對 所以 代表是說 你的四圍的 那個什麼東西 你四圍的 那個什麼 spinner 雖然有四個component 但是它其實 比 Laurence group的action 算是acting on two components 來得到 OK 那 再來 我要講的這句話 很多人 有些人知道 有些人 還沒有學過常用課 不知道 沒關係 你們到時候常用課就會學到了 就是說 這時候你們就聽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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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 Dirac fermion 那個 Mirana fermion Wild fermion 這三種 對不對 在這裡面的 在這裡面的 含義是什麼 我含義只是 因為這邊只是 怎麼樣是transform under你的 representation 對不對 但是我並沒有講說 你的 你如果學生的 你的interaction 是怎麼樣 尤其是你今天 如果已經mass的話 你這個mass的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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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representation 會是怎麼樣 對不對 那基本上就是說 如果說你是 我剛才講說 in principle 你這個 Loran's group 是 acting on你的 2 component 是separate的 那就代表說 其實你可以只有 2 component 然後那個什麼 Loran's group 就直接 act on這個2 component 就好 就不用整個4的4 component 對不對 但是如果說 你有mass的話 就不行 因為你有mass的話 你在你寫的 你的mass terms 你會把這 不同的2 component mix在一起 所以 direct equation的話 如果你是mass的 direct的話 這兩個2 component 會mix在一起 所以最後還是要 用4的4 component OK 但是如果你是massless的話 你沒有那個mass 來mix它這兩個2 component的話 那你可以單純是 討論separate 2 component 這樣子 這樣子 OK 有些人 有學過的人 你們應該照理講什麼 就是direct premium 跟while premium 的差別 while premium 其實它實際上 只有2 component 那那個什麼東西 那個它就是relate 它並沒有mass 再mix那兩個2 component 你可以只用tolerant2 component OK Good 好 所以我們現在把這個 這個representation拿來用 所以我們還是繼續延續tlx 好 我剛剛已經講了說 你的這個lorence group 這個lorence group的transformation 雖然說它的現在可以 你找到一個新的representation 因為這個新的representation 是一個4乘式的矩正 acting on你的這個 acting on你的這個 這個component的state上面 但是這個4乘式 這個東西 act的方式 是不是只mix 2 at a time 對 換言之就是說 今天假如說我今天 這個矩正存上去的話 你可以看 假如說我今天 我把它存上一個 那個什麼 a b c d 好 對不對 這個矩正存上來說 這個只mix a b嘛 對不對 這個東西乘上來說 它是只mix c d 然後呢 這個東西乘上來說 它只mix c d 這個東西乘上來說 它只mix a b嘛 對不對 就是你今天寫成這樣的時候 我今天 雖然我覺得 雖然我是4乘4 可是 這個representation裡面 它其實每次action 都只act on兩個2 component 對不對 所以就是 in這個sense 你就知道說 在那個什麼 在那個 在 在acting on這個spin representation的時候 你的 你的 Lorence-Gloubert transformation 就是act as if 兩個 copy 兩個 copy 2x2的 matrix 對不對 他先看 兩個 copy 2x2的 matrix acting 這個sense 對不對 然後這也是兩個 2x2的 matrix acting 這個sense 這是兩個 2x2的 matrix acting 這個sense 所以 這個就是 通常會講的 這個sense 所以我們說 你實際上你的第一 Gloubert 這個Lorence-Gloubert 上次 equivalent 組一個2x2的 這個sense 3x2的 這個sense 所以換來 是比如說 最簡單講 你的vector 你還是可以寫成2x2的 OK 那 所以說我們現在就舉一個例子 所以我就直接寫下它的 它的representation 它的representation的方式 所以我們知道 這個 我就寫b 我就claim說 既然我知道我的representation 其實都是 fundamentally 它還是一個2x2的representation again 我說這個fundament 它是個2x2的representation 這一句話 是意思 是指是說 那個什麼 Under-Lorence transformation 它 act as a 2x2 不代表說 你真的 只能 只有2 只有這個2 component 這個東西 again 我剛剛講 你如果說有mass 你今天討論interaction 你在講個particle的時候 任何時候有mass的時候 你的mass term 會把這兩個component 都代出 這兩個2x2都代出 所以你並不 能夠直接用一個 一個2 component 東西來描述 but 假設我如果 我只用2 component 的東西來描述 我今天可以把這個vector 把它表現成 一個2x2的 matrix 這個 大家都應該要看 這vector 可以寫成這樣子 V0 V1 V1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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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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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程式的東西我應該把它寫成 把它寫成PsiAlpha跟PsiAlphaDot 先把它寫成 把它收斂成 收集成兩個2 component 所以我如果把它寫成這樣子的話 我代表什麼意思 是不是代表說我的Lawrence Group Acting on它上面的時候 Alpha的只會transform within Alpha AlphaDot只會transform within AlphaDot 大家可以接受嗎 那Alpha的transformation AlphaDot的transformation的關係是什麼東西 它有個很簡單的revelation Alpha的transformation是transform with respect to這個Lawrence Group 對不對 這個Gamma3的transformation AlphaDot的transformation是有個負號 就是Gamma3的transformation 比如說這邊是Gamma1 這邊是Gamma3 那如果你記得Gamma的話是什麼呢 Gamma我寫的2 component的話在這邊 Gamma1跟Gamma3在這邊 然後你這邊有Gamma2在這邊 Gamma2在這邊 跟這邊有這個4i的這個transformation 對不對 那所以你會發現說這個東西 如果說在real的情況底下的話 這個SineAlphaDot其實就是什麼 就是SineAlphaDot的complex component OK 所以換另外一種說法就是說 你可以想像說這個東西就是所謂的左手的spinner 這就是右手的spinner 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讀這段課 不是要把所有關於spinner的東西跟你們都講過 所以就等會講到我需要用到 但是你們現在可以看到它其實有兩個 它其實算是四維的4component的spinner 但是問題是說它其實我可以把它寫成兩個2component的 piece 但是但是這兩個2component 一個是transform under alpha 一個是transform under alpha 一個是transform under alpha 大 OK 那Lpa跟LpaDot的transformation是relate by 什麼是relate by complex conjugate 對不對 OK 好 那所以代表說這個V寫成這樣子的時候 其實是什麼 其實我應該把它再寫一步 就是其實我這樣子過來說 其實我是先把它translate成V alphaLpa大 所以它既carry這個index 它同時也carry這個index OK 所以它為什麼它這個出版出版 它的primortization就是V 就是V1 V加V1